大家好,我是在清迈的小F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来了泰国以后的生活 究竟给我的改变是什么 外在的改变有三个 内在的改变也有三个 好吧,我们先从外在的改变开始说起 第一个改变就是 我停止了购买东西 不是说什么都不买 而是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的淘宝 可能也是因为在国外的原因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没有下过一笔淘宝的单子 这个最大的改变是 我停止了被商家所牵引 所诱惑的这样的一个刺激 那你们想要听 我如何来降低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话 我未来也会做一个视频分享给你们 第二个改变就是 我是开始停止吃肉食 比起素食主义者呢 我只是开始 还没有做到完全停食这个肉食 当我认识到所有的生命 都应该是平等对待的 而不是为人类服务的时候 我更进一步的体会了生命的自在 因为呢它不是当你有了权利以后 你可以去控制任何一个生命 也不是因为你有财富了以后 你可以用钱来购买任何生命 来贡献给我们人类自己 那如果你们也有兴趣 我也会做一期 如何呢才能克服 少吃肉食 多吃素食 这样的一期视频 好吗 那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第三个外在的改变呢 是停止了对于刺激的一个追求 因为我们当下的刺激啊实在是太多 可以刷抖音一整天 那也可以追剧一个星期 不看手机一天 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杂论的信息堆砌的太多的时候 我们也越来越困难去处理手机里 所谓的人情和事故 那如何改变常态的刺激习惯 怎样才能将高刺激降低到低刺激 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如果你有兴趣 也请留言告诉我哟 超过一百人 我会做一期视频哟 那今天呢 我想来谈一下来到泰国以后 我内在发生的三个变化 希望对你们有参考作用哟 第一个变化是克服自卑 以前的我呢 总是生活在主流社会里面 所需要的那个样子 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要买一座大房子 要赚更多的钱 而当我有过这些以后 我又发现 又要去赶下一个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样子 可能我那个时候 从来没有思考过 我的优点 我的长处 到底在哪里 也不懂得如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更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渴求 到底是什么 从2007年 也就是14年前 我第一次在国外留学 长期生活 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以后 到每一年我都会去一个国家 去进行旅行和探索 让我真正有了尝试和发现自己的机会 比如你需要和不是自己母育的人去沟通 去解决问题 去完成一个任务 或者去到某个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被逼无奈 后来渐渐发现了自己早已远离了当初的舒适圈 我慢慢也认识到生活 因为各种事情而变得丰富 生命的分身也让我有了表达自我和展现能力的机会 自卑并不意味着自己什么都不行 而是不知道自己什么都能行 当面对一个又一个难题 不再焦虑的时候 我再也无法自卑地评价自己了 第二个改变就是与父母相处 在中国传统社会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从小就缺少赞美和鼓励的环境 才会把自己看得不如别人 而现在的心理学家们都把原生家庭常常挂在嘴边 所有的矛盾和不满都归咎于父母 我们的原生家庭 因为儿时生存的依赖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成长环境 有时会变得无奈 而又带着一些抱怨 所以我一直尝试着挣脱出来 逃离这样朝夕相处的日子 在挣脱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里 我真正有了自己的时间 去认真思考与父母的这样的关系 我希望我是独立的 但又不希望他们的爱会淹没到我自己 当我真正发现站在他们的位置 我的父母已经尽力到最好 我已经感动至极 我想这一段的体验 是你真正离开你所谓的原生家庭的环境的时候 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你与父母的这一段关系 真正的去追寻自己的成长 父母是自己的一部分 接纳他们也是接纳自己 他们在这个社会的自我局限之下 给予了我最大的爱和包容 那么我同样的尽力去创造自己 改变自己 相信自己的正向能量和高频 会让身边的一切变得美好 第三个 跟随内心 14年前第一次留学生活 改变了非常多 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独处 而现在的我会非常珍惜和享受当下的独处 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学传播者蒋迅老师说过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没有和自己独处过的经验 也不懂得和别人相处 之前生活在上海 工作在上海的时候 不停的认识人 不停的社交 好像每个人都是一个陀螺 不停的转 当你停下来的那一刻 会被别人认为不上镜 没有效率 没有规划 好像每一个人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当中 每一分钟都需要被安排的妥妥当当 不能浪费任何无效的时间 来了泰国以后 这个人基本没有什么规划 也没有什么计划 但从他们的脸上 我可以看到他们笑得很开心 这种内在的自在 我非常的羡慕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让自己愉悦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从所谓的有用转向无用 丢弃不必需的一些物质东西 丢弃所谓的计划和安排 安静的认真的聆听一下自己的内心 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到底要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下的愉悦 每一个当下 你是否真的可以安静下来 体会自己内心愉悦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被外在的物质或人 甚至社交媒体所影响而带来的那种短暂的快乐 当你脱离传统社会所赋予你的一切 你是否还能真的长久的体会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平静的愉悦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不被外在的物质所牵连的时候 你内心真正的愉悦才会变得长久 才不会被外界所影响 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未来 我们一生中有很多重大的决定 回头看的时候其实并不全面 所以没有必要跟随别人的脚步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有我自己的节奏 我也会努力的去跟随自己的内心 体验成长的快乐 感受生命的丰盛 以上六点就是我想在2021年分享给你们的 如果你们想继续看我分享类似于有关内心的这些视频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哟 好啦,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